这暗夜大火发生在桃园炉竹乡 一间化学工厂昨天晚上11点左右 可能是这家工厂的储存槽爆炸 结果意外引发大火 厂房里头堆放了大量的易燃物品 加上风势助长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队紧急调度了周边临近的消防人员 前来支援出动有20辆消防车 40多位消防员抢救过程相当的困难 待会有现场的最新状况 我们持续带你们来关心 发生在桃园炉竹一家化工厂 发生了爆炸大火